口误伤敌因!崔佩怡儿子抨击孙安佐网友骂道翻调,妈妈带道歉我们是很善良的。 最近孙安佐事件沸沸扬扬,虽然事后解释是玩笑话。 但警方搜出他有多众军火物品,怀疑他恐攻嫌疑极大。 因此被关入监狱等待审判,事件曝光后星二代的教养问题成了讨论问题。 而崔佩怡儿子贝克宇则是首开第一波,在脸书上DO文不要把我跟他混为一谈。 根据苹果新闻报道,贝克云因成长过程也是受尽宠爱,从小也是满满的客后辅导。 生活过程与孙安佐相似而被拿来讨论,他对自己不开心在脸书上炮轰。 我知道我很受家里宠爱,所以大家很怕我会不会像最近扬言反攻的某女星儿子一样。 我很知道什么事情是对是错,也知道自己在做什么,请不要把我跟他混为一谈,我不会成为第二个他。 明显就是某女星儿子就是迪英独自孙安佐。 有部分网友认为贝克宇这样子根本是在落井下石。 迪英看了定会难过伤心,认为贝克宇不该发表这样较为激烈的评论。 崔佩怡德之后出面就火表示,我事先不知道她的这篇,后来看到演书才知道。 加上我平常在节目上讲每月花4万块帮儿子请家教也被劈炫耀,我觉得很难过。 但我们不是落井下石,我是真心地希望迪英孙鹏渡过难关,我跟他们也都是好朋友。 他们的小孩很单纯,孩子我也会好好教,希望大家不要误会,我们是很善良的,真的对不起,我们做错了。 接着更说贝克宇跟同学上课常常不专心,因此才月花4万元请家教补习。 之后等儿子毕业也想送他去美国念书,自己也会陪伴过去,崔佩怡透露事发后也传简讯给迪英表达关心。 但是比英目前还没有回复,有人问贝克宇对军事也兴趣呢? 崔佩怡表示没有,她是对音乐有兴趣,但有兴趣没有不好,要尊重每个人的兴趣。 不过也有其他人觉得,贝克宇感觉到自己被比较,替自己发生有什么不对。 本来就言论表达自由,又没指明道姓,何必道歉。 小编觉得,星二代受到比较替自己捍卫没有不对啊? 毕竟受到负面性的比较断来就不会高兴,是可以理解的。